我们马上来看看今天第二场比赛 我们的第二位选手是谁 请看大屏幕 同样是来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赛区 他叫做李威庆 李威庆在一个小镇当医生 有空闲的时候就会沉浸在音乐中 他认为音乐可以滋养灵魂 抚慰人心 是生命的良药 我还给音乐非常高的评价 我们来连线威庆 你好 威庆 哈喽 大家好 主持人好 老师们好 威庆 今天是打扮得非常的隆重 要给我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呢 我今天要带来的是 每次唱就会让我非常想家的一首歌 叫《流浪集》 好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谢谢 威庆 您好 你得点击一下屏幕上的确定键 我们的伴奏才会响起来 哦 它没有出现 再试一下 看到了吗 好 有了 好的 我们等着 我就这样告别剩下的家 我实在不愿轻易让眼泪流下 我以为我并不差 不会害怕 我就这样自己照顾自己长大 我不想因为现实把头抵下 我以为我并不差 我以为我并不差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 我就这样告别山下的家 我以为我并不差 我以为我并不差 常常能学会去家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黄黄 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向下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那幅画 怎样才能够看穿面具里的黄黄 别让我的真心散得向下 如果有一天我变得更复杂 还能不能唱出歌声里的不由吗 我变得更复杂 谢谢 谢谢威庆给我们带来了一首这么好听的歌曲 我们可以感受到威庆和音乐之间有着非常强的连接 它让我想起啊 在纽约有一位名叫特鲁多医生的穆志明 非常的有名 是这样写的 他说医生呢 是总是陪伴 常常安慰 偶尔治愈 那么李威庆作为一名身在国外的小镇庆年医生 音乐对于他来讲 也就如同良药一样 这在他的自我介绍当中也写到了 那么他的歌声有没有打动我们的评委老师 我们来听一下王立芬老师的点评 李医生好 老师好 李威庆就可以了 威庆好 你好 医生和教师都是我们这个社会真的非常崇敬的 也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我非常非常高兴 我们的威庆医生有这么饱含激情 而且特别真挚的 给我们带来这首流浪记 刚刚前面介绍 每每唱起这首作品的时候会响家 是的 我们流浪在异乡 其实我们是游子 心记着我们的家乡 家乡和祖国的人民一样 惦念着你们 尤其在这个近两年 这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时期 医生 为我们 这个社会和我们的世界 有太多太多无私的奉献 这是我们所有 百姓 心存感激和崇敬之心 谢谢您 谢谢李医生 就您的演唱呢 谢谢 我也想说一些 首先 我能够感受到您的真诚 应该也是医生的职业特点 使我能够在通过屏幕 能够感受到您对 雪梨芳碑 声乐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视 无论从您的服装 还是您的环境 今天的环境 我可以想象 透过屏幕 我虽然我可以想象 可能空间不是很大 但是您 非常小 对 非常小 但是您给我们的视角 是最完美的 是最完美的 我们也有其他的选手 我们看到 可能会甚至给评委 造成一个印象 他是不是在看歌词 或提示 您是通过了屏幕 在跟我们观众 和我们的评委 和你心目当中的观众 在交流 这是你的真诚 和你的执着 你的认真 带给我们的一切一切 医生需要认真 教师需要认真 我们做所有的事情 尤其是我们热爱的音乐 热爱的歌唱 需要我们认真 需要我们热情 需要我们精彩 感谢李一生 谢谢 谢谢老师们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王立芬老师 特别精彩的点评 也再一次感谢威庆 给我们带来了 这样一首好听的歌曲 休息一下 那现在我们首先 给大家公布一下 上一位选手 曹佳姐 请即便 给大家看